大家好,欢迎回到《活在五点》的国语嘉宾访谈环节 高中学习是学生整个学习生涯当中的非常关键的一环 因为在高中的阶段,每个学生要确定自己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所以高中时期的教育是所有家长和老师们所重视的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高中学习的学习生活 那么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多伦多立生教育中心的创办人陈建廷,陈老师 欢迎您陈老师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立生中心创办人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谈高中生的学习态度以及的问题 欢迎您色肯我们的节目 那么今天我们是要跟大家来讨论一下高中阶段的学习和生活 那您认为作为教育中心的创办人和有丰富经验,教学经验的老师 您认为学生在高中阶段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认为学生在高中阶段分数固然非常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我认为是要建立一个非常良好而且完善的学习态度 因为现在高中生通常都有爸妈,都有其他的一些老师在旁边叮咛 但是如果是学生没有一个自己很好的学习态度的话 上到大学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建立一个完整的学习态度其实是第一要件 没错,我非常赞同您的话 因为在我们的北美,大学的学习生活和高中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式和方法 是的 对,所以大学相对于难说没有人管了 那么如果说在高中的时候没有建立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学习态度的话 大学的时候我相信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对,所以很多时候会看到学生在高中进到大学的这同一年 会看到一个很大的分数落差 其实这并不是说你的题材变难了或是科目变难了 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学习态度的问题 学生觉得没有人在旁边盯了 他们就不念书了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没错,没错 所以这个您是认为学习态度是在高中的这个教育阶段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那么怎么样去在高中阶段去培养这个学生的学习态度呢 像我们历生中心我们就非常致力于培养学生的学习态度 那我们用的方法很多种 而且跟每个学生也不一样 那像我们有一些学生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有一些六七年级的学生不喜欢阅读 他们的家长也觉得很烦恼 这个小孩就是不喜欢看书那怎么办呢 那所以我们就会请我们的老师用各种不一样的方法去激励学生的阅读兴趣 像找一些他喜欢的题材 或者是每天念完之后我们可以做一些简短的报告 提升学生认为 从提升学生在阅读之间获得的成就感 那这样子他就会比较容易激起他阅读的欲望 没错,没错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教育 历生教育中心还是有自己的一套这样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去培养和注重学生的学习态度 对,我们跟其他的教育中心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教材全部是我们自己亲手挑选出来 而且是亲手写出来的 所以像我们会因所有学生而用不一样的教材 一套教材没有办法给所有的学生用 所以我们会因才失教 就说个人的话就针对每个学生个人不同的这个学习的特点和他们的这个特质 然后去制定不同的计划 对,没有错 那我们也会跟家长有很长的互动 就是说我们希望家长也能扮演在这个建立学习态度之中能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但是有时候很多时候家长是有心而无力 他们并不知道要从何下手去帮助他们的孩子建立良好的学习态度 那我们就可以当作是一个guidance 我们可以跟家长讲你们可以做一些比如什么事情 这样子我们可以一起来为这个孩子建立良好的学习态度 那刚刚我也是我在节目一开始也说到了 高中这个阶段是确立孩子这个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方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那么想问一下就我们这个律生教育中心除了可以培养孩子的这个学习态度之外 能不能在他们的这个未来发展方向这方面跟他们有一些一定的帮助 可以的 我们有很多的咨询服务 像大部分我们的学生进来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一些新移民的家长 他们对这边的教育系统也不了解 有一些比如说比较特殊的班 比如说gifted 像我们的IB program 我们的AP program 心理移民的家长都不理解这些 那对他们对小孩子以后升学的路也是很迷茫的 所以我们会在这方面跟家长有非常多的沟通 进来的时候 家长第一次进来 我们就有一个有时候会长达两小时的咨询 那就是说就会跟家长说 他以后应该要选什么课 大学的趋向比较想要读文科呢 还是理科 那理科你就必须要什么课 那我们就必须要怎么去做准备 那我们就可以制定一个比较长远一点点的计划 也并不是说就是这一年你来我这边上课 然后就这样结束了 那我们是比较希望建立一个长远的关系 明白明白 那么刚刚也是说了很多的这个 我们历生中心可以给大家带来不同的课程 不同的program 那么现在能不能给大家具体来介绍 我们的历生教育中心到底可以给大家提供哪一些的课程 好 像我们现在就有在做一些考前的复习 因为下礼拜高中生就要开始考试了 所以我们现在这一周就是非常密集的训练 一些解题的方式跟一些练习题目 那这个之后呢就是开始我们下令营的时候了 我们的下令营比较特殊 我们的下令营有我们推广了 推出了一个是实验性的下令营 也就是因为因为我大学是念化学的 所以这其实是我一个个人的兴趣 那我们希望学生 我们这个下令营就是让学生来我们这边做实验 那一些实验包括像是我们可以做太阳能板 那太阳能板呢我们会教学生 不仅仅是亲自做这个实验 我们也要教他们一些基本的理论 就是说这个太阳能板为什么能用 它的理论是怎么发电的 那这一些太阳能板做完之后 都是可以让小朋友带回家的 然后我们之后还会有一些暑期先修班 让想要在明年 比如说拿十年级数学或是十一年级数学的小朋友 他们可以在暑假花两周在我们这边 我们先把十年级跟十一年级数学 给他做一个非常完整的教学 那他们明年就会轻松一点 分数也会好拿一点 所以说这个我们的立生教育中心 是针对各个年龄段 不光是这个高中是吗 对 但是我们的年龄段是比较高一点的 所以我们现在最年轻的学生是六年级的 但是我们大部分的学生都是这边的高中生 那其实就是作为我们在多伦多 在加拿大生活的华人来说 很多的家长都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 就是孩子的中西的文化的这种mix 怎么样去教育他们 怎么样能够就说 又是在学校是这种纯西方的教育 那么在家庭再回到家里面 是这种比较中式的教育了 那么怎么样能够去把这两者 比较好的结合和融合 其实中西方的教育各有各的优点 我们也不能说哪边就是比较好 那我们教育中心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我们的老师都是在这边受过两边的教育的 像我个人我也在中国受过小学到中学的教育 所以我们的数学底子也是搭得很好的 我们也体验过亚洲式的教学方式 那我也个人也是在这边念完高中之后 完成这边的大学学业 那所以我也知道西人的教育方式 那我们就可以在之中取到一个平衡 我们可以取东方的好 我们也可以取西方的好 那所以我们更能帮助学生融入 而且获得他们现在需要的学业帮助 那么我们历生教育中心对于这个未来 有没有一些规划和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你是作为创办人吗 那我们的想法就是当然想要帮助更多的学生 但是当我们的人手够的时候 我们更希望的是我们要融入家长进到学生的学习的生活之中 像很多移民的家长因为语言上的普通 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去像说比如说parent teacher night 这些东西 那这些就是我们以后想要帮忙的地方 也就是说比如说有我们的学生家长 他们很想要了解小孩在学校到底表现得怎么样 但是因为语言的方面 他们没有办法跟老师沟通 这些我们都可以帮忙 只要预定我们的时间许可 我们都可以陪着家长去这些parent teacher night 这才是我真正想要创我真正创办这个中心的原因 我想要建立一个更完善可以给这整个学生家庭的一个帮助 就是也是非常注重于这个跟这个家长方面的这个沟通 能够让这三者就是老师家长和学生这三者非常就是好的 然后呢去沟通去能够去就是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帮助这个我们的孩子能够把这个学习提上去 对 没有错 好 那么今天呢也是非常的感谢我们的这个陈老师 给大家呢带来了这样的一些高中学生学习和生活方面的一些建议 希望能够对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能够有所帮助 好 我们今天活在五点的各位嘉宾访谈环节就是这些内容 感谢你的关注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谢谢